明明是中国人自己的文化 却反被日本和韩国发扬光大 在日本被无数成功人士奉为归孽的智慧圣经 在本国却乏人问津 这说的就是王阳明先生的扬名心血 一语道破中华文化轴心精神的心血之作 梁启超先生说 中国历史上一共出过两个半圣人 一个是孔子 半个是曾国藩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视的 就是大明朝的王阳明 这位传奇人物的前半生呢 荒唐过 辉煌过 失败过 死里逃生过 在屡次陷入绝境后 他悟了 就像突然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 在二十年内达成了力德 力功 力言三不朽的圣人成就 在杨明先生病逝后 他的弟子将先生人生开悟的思考 整理成了传奇录一书 启发了无数后人 他是张居正 曾国藩 孙中山的精神导师 流传至日本还间接推动了 改变日本国运的明治维新 可见 传奇录的影响力之大 我想这样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不应该被我们忽视 更不应该被其他国家所超越 传奇录值得成为 每个国人必读的一本国学著作 尤其是在当下 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